那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这样跟你解释吧 你和莫不已的线上沟通 是第一种情感 你和我的沟通是第二种情感 当你知道我是莫不已的时候 你的情感发生了变化 线上的空间想象 和线下的复杂情感 你体会一下 表达给我 线上的复杂情感 情感有的时候很难用言语来表达 但是通过声音是可以的 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 你通过你的情感 通过你的声音传递给我的 开心的 失落的 甜蜜的 幸福的 这些我都感受得到 这些是真实的 影响着我 你 把我的声音听进心里去了吗 好听吗 好听 顾沈宇 你 你能不能好好工作的样子 夏晓宁 你感受到我情绪的变化了吗 对手的情感你要学着去体会 如果对手的情感是高昂的 那你就要拔高自己的情绪 如果对手的情感是缓慢的 你就不能一味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你这个小脑袋在想什么啊 我刚才在认真上课 刚刚明明是你 好了 实践教训 来 你听一下这一段 这个不是你的剧吗 我听得都快背下来了 你 抛开粉丝心态 认真对照着上面的批注 感受我每一句话的情感变化 好的 顾老师 忍真一点啊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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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